跟你们讲一个我的男性来访者的故事 请你们在听的时候 先不要带主观的评判 听完琢磨琢磨 她是自己出轨了 虽然没被她太太发现 但她自己心里很煎熬 所以想通过咨询找到解决方案 她跟我说 其实她也知道自己出轨不对 但是她跟这个女生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 是那种她从来没有过得开心 她从小就是乖乖好学生 985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 毕业三年 娶了现在的太太 太太是所有人口中的 贤惠温婉好女人 做饭做家务 管孩子孝敬老人 跟她一样 在国企上班 工作兢兢业业 我就问她 你你俩关系怎么样呢 她说还行凑合吧 她也从不跟我吵架 对我也很好 我挑不出她什么毛病 我就又问她了 那你爱你太太吗 她看了我一眼 叹了口气 说你说什么是爱呢 她说 她人很好 对我也很好 对我家人也很好 可我跟她在一起 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 开心过 我身边的人都说 你太太真好 你俩在一起多合适啊 你多幸福啊 可我没觉得幸福 我也不觉得快乐 然后她又问我了 她说你觉得我爱她吗 问完以后 她也没等我回答 她又继续说了 她说说到快乐 其实从小我就没有快乐过 我爸我妈管我管得很严 对我要求也很高 他们总喜欢对我说 做人不要太随性 不要有太多要求 他们最多的话就是 哎 凑合吃吧 凑合用吧 凑合过吧 记得小的时候 我跟我爸妈在外面餐厅吃饭 我说这个菜不好吃 那个菜怎么那么不好吃 我爸什么都没说 反而直接把我熏了一顿 说凑合吃吧 能给你吃就不错了 真的 就是在我爸妈的眼中 能凑合的就凑合 如果他们说出合适两个字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最好的了 比如就像我工作后第一次相亲 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他们第一眼看她照片 也没觉得多好 但是也挑不出什么 她大毛病奶 长相平平 性格平平 家庭平平 他们说啊 她就是适合结婚的人 于是就让我俩谈了 十个月的恋爱 这个男士跟我说 他说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恋爱 就是按部就班的 吃饭看电影 陪她逛街 十个月 我连牵她手的欲望都没有 但是我妈说了 喜不喜欢有那么重要吗 结婚就是过日子 过日子找一个 踏实顾驾就行 你俩挺合适的 于是我俩就结婚了 然后就有了孩子 他说就这样 我俩就过了十一年 直到我遇到这个女生 真的我见她第一眼 我就觉得很开心 她笑我也想笑 没人的时候 我特别想抱她 但是跟我太太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 我觉得我以前的生活 就是为了别人而活 我就是在凑合过的人生 当然了 关于她出轨的事情 怎么解决的 我俩现在还继续在咨询当中 所以最后她的选择是什么 我还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 她肯定会把出轨 这件事情解决掉 可我为什么要召集 把她的故事 分享给你们听 我不是想让你们 对她进行道德批判 我是希望你们知道 凑合的婚姻 对一个孩子成年后的影响 有多大 凑合的婚姻 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 又有多深 凑合真的不会让人快乐 更不会让人幸福 凑合只会让人麻木的痛苦 有很多女生会在后台给我留言 说老师她们都说 你就凑合过吧 谁家婚姻没有问题 谁家都一样 所以我是不是只能凑合过 但是真正凑合过的时候 她没有特别痛苦 因为凑合的婚姻 会让人的感觉 让人的欲望 让人的需要都被压制 被剥夺 会让这个人像一具 没有灵魂的躯壳 没有任何的感觉 自己是活着的 所以我真的想告诉 屏幕前的你 如果你希望自己 真正的像一个人一样活着 你就得突破重重的困难 找到自己的需要 并且为了得到自己的需要 而勇敢的去面对和解决